這邊其實它是一個綜合大樓 然後我們住最樓上 已經沒落的永和美麗華戲院 是秀泰集團廖家的KiGetsu 廖偉銘五歲搬到這 跟著這間二輪戲院一起長大 這邊就是正門口進去 上去就是電影院 然後在這邊拆掉 以前這兩邊 這兩邊都是海報 電影院的一景一物 像是記憶路標 開啟了廖偉銘的回憶盒 那個住在二輪戲院 三樓和四樓中間夾層的歲月 如此鮮明 我常常是一下放學 好像每次公會寫完 我就在吃飯前 我就跑來看電影 然後坐著看 然後時間到了 媽媽要吃飯 還在進去叫我 同齡的小孩 都是放學回家看卡通 廖偉銘則是一部部電影 堆起童年 直到八年前 二輪戲院完全沒落 廖偉銘一家 才搬離這棟樓 住在戲院裡面的那個感覺 你會一直知道說 到底客人的氛圍是什麼 過去的耳濡目染 不自覺內化 也像是一種命定 廖偉銘大學畢業 原本頂著 康乃爾神經醫學系的光環 回台準備當醫生 卻正好碰上 自家影城風雨飄搖 他毅然決然 糠下蛋子 最慘碰到SARS 哇 那個時候 生意只剩一層兩層 然後真的就是 整天一開門就沒人 那門都在燒錢 對 那種最低潮 大家不敢出來嘛 大家人人自為 2003年廖偉銘剛回台 SARS的震撼教育讓他體認 當景氣下滑 民眾荷包裡最新省的是娛樂開銷 瞬息萬變的市場 唯有隨時保持危機感 因為太陽不會永遠照在你這邊 他說現在雖然比較差 人之後會回來 你要接著他回來的時候 好的時候也不要太臭屁 因為他還是我往下跑的時候 對 你要準備不好的時候 對 那不好的時候 你也要準備他起來的時候 你要接得起來 因為這不僅是會嫌亂嘛 父子三人 常常針對市場投資方向 一聊就聊到半夜 兄弟倆從小看著 經營戲院起家的父親廖志德 騎著三輪車宣傳電影 到打拼下一片江山 爸爸果斷的行動力 讓他們承接家業戰戰兢兢 我這個生老了 我能接受新觀念 好的OK 那我就剛剛講過 要嘛你做最好的 我剛剛電影院 你看我全城 全國電影只有我做免治嗎 就像把預算大手筆放在廁所 要用X1化圖尾影城市場 水晶吊燈 時尚沙發 馬桶更是以口氣 全換成進口的免治型 這項讓同業都刮目的決策 其實當年還是廖志德推了兄弟倆一把 全部都是那種落地的那種 這個是玫瑰鏡的那個鏡子 我覺得廁所其實是全 我覺得台灣很多 不管服務業餐業 最忽略的地方 可是我覺得對女生或對消費者來講 它是最重要的 因為它是代表你有沒有乾淨 你有沒有好好的經營這個公司 秀泰館內一整間廁所 預算平均八九百萬起跳 以五星級的規格設計影城廁所 創同業之先 廖志德更是常扮演請糾察隊 隨時抽檢 董事長每天都突擊檢查 對你來說 我們這邊要求就是完全不可以 桌面跟地面都不可以有水 不行 因為危險 還有味道 有水 客人滑倒怎麼辦 我來問一下這個故障多久了 如果太久這個要寄過了 好 來來來 你問這個主管經理在嗎 不合標準必須立馬解決 老董的急性子 影城裡從上到下都知道 而且聽到風聲 也第一時間到現場 趕快接手收拾局面 我是神秘客 你一直唸你唸你唸 不是啊 這樣子員工要把它訓練 做最起碼的 面對天然客人 哇 你這上廁所吸著 怎麼怪你的 這對我們都會數分 大家常在廁所嗎 大家有時候會尋廁所 因為清潔嘛 重點是 這壞多久 這個壞 大概大概一個多月 因為它這個零件 要叫的話比較久 因為它這個目前 已經沒有存這個材了 沒有 所以這 誰要換掉啊 那看了銷售 沒有這樣轟幹怎麼辦 可以換其他拍子嘛 好 馬上幫我換新了 好 全部換新了 走 廖志的愛找茶的習慣 50年如一日 即使已經年近八旬 行走有些吃力 依然堅持親自巡電 手摸眼疾之處一路叮嚀 老董市長的龜毛 讓主管們一臉緊張 在灰塵太多 你看我注意有時候 嗯 你注意的嗎 電子 這個 定面不好 有時候人都摸很多的時候 就 就那個指紋就太多很髒 所以我們消息很辛苦 常常要查 經營電影院進一夾子 廖志的經歷過電影院一票難求的最好年代 也撐過賣不出一張票的危機時刻 至今他每天用電腦盯數字報表 看排播場次 影城的大小事他全撩弱指掌 這個一票才一票兩票 這個下片要做 但是 八票九票一場兩場 你看現在電影是不好做 所以我每天 我現在十二個影城 我每天幾乎在看這個 怎麼做 該下片該拖 因為電影現在成本很高 即使兒子們已經接班 但看得出廖志德 對於自己一手打出的江山 始終放心不下 看著景氣循環起落 他對於這片影業市場 還是信心通勃 就像片影商 時不時都垮到垮 一步又上來了 這個就是拍電影 真的你看 那麼多不死心 對不對 有時候叫好不叫做 有時候這個片子沒有送 碰 它生意好了 所以觀眾心理用給你 摸不到 猜不透的觀眾心理 只有兢兢业业才能生存 迎戰過外商連鎖影城崛起 現在用於盜版及線上影視潮流 一波一波的浪激勵出秀泰父子兩代的韌性 他們還要站在全球影視娛樂的時代浪尖上 繼續乘風破浪 快玩一下 多一不然 快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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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